这两年告诉我所谓的不让军人经商了 扯淡军民融合了不一样 又可以经商了 最大的你们知道是保利 还有一个叫凯利 那是最大的情报机关 是我们总政联络部 就是叶贤英甲和儿子 叶贤英甲那是总政联络部的部长 是个凯利 他是情报机关最大的 这是军工的一个保利 是所谓的央企 央企中央的所谓的总政 一开始是贺龙的儿子 贺龙飞 赵特洋的女婿 王志华 然后后来是邓小平的女婿 贺平 他们最后是弄了保利 贺平女婿贺平是接了王志华和贺龙飞 贺龙飞后来是海军司令 该来的老草就死了 那么凯利就是叶贾 那是真正的非常大的一个情报机关 机关的一个做生意的做麻烦 那都是你的钱 你的中国老百姓看都看不见 而且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可以制约他们 还有法律不扯淡 没有人可以查上的 没有一个敢查他们的 他们的钱无数 好了 再见